欢迎大家来到《智慧解读》,你的订阅、点赞、收藏和转发是我创作的最大动力,尽量做到每两天一更,感谢大家的支持和信任。 中国文明起源于黄河中游,随后向周边扩散,最终传遍了整个中国。 中国,这个说法是怎么来的呢? 1921年,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在河南养韶村发现了一处远古文化遗址,遗址里面有许多石器和陶器,到现在大约是六千年。 这意味着在很早以前,这片区域就有人类生存,而且这些人已经掌握了一定的技术,发展出比较成熟的文明,因为遗址位于养韶村,所以这个文明被称作养韶文化。 在之后的几十年里,考古学家们又发现了大量养韶文化遗址,而且这些遗址基本都在黄河中游一带,所以当时人们认为养韶文化是中国最早的文明。 相应的,黄河中游就被认定为中国文明的发源地。 中国文明起源于黄河中游的说法也被正式提了出来,由于黄河中游跟中原地区基本上是重合的,所以这种说法又被叫做中原中心论。 然而随着考古工作的推进,新材料不断地出来,考古学家发现并不是黄河流域才有古文化遗址。 实际上呢,东北、四川、长三角、珠三角等地都发现了古代文化遗址,可以说是遍布全国各地。 它们的历史不比养韶文化短,取得的成果也不比养韶文化低,有的甚至出现得更早。 于是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起,越来越多的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对中原中心论提出了质疑,有的还尝试重新解释中国文明的源头。 中国文明起源心探的作者苏炳奇,就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位。 苏炳奇是中国现代考古学家,1909年生在河北,1997年在北京逝世,享年88岁。 他在北京大学创立了中国第一个考古专业,一生都致力于考古研究。 在考古学界,苏炳奇有泰斗之称,这本《中国文明起源心探》是他的绝笔。 在这本书里,苏炳奇总结反思了自己一生的考古经验,推翻了中原中心论,进而提出满天星斗说来取代他, 阐释了自己对中原文明起源的看法,对考古学界、历史学界甚至其他领域都产生了巨大影响。 下面,我们就来说一说,这本书究竟讲了什么? 我会分成三个部分来讲,首先,什么是满天星斗说? 然后,按照这个说法,我们应该如何解释中国文明的起源? 最后,结合最新的考古成果,探讨一下,今天,我们应该怎么认识和理解满天星斗说? 我们先来说第一部分,首先需要确定一下年代,就是满天星斗这个现象出现在什么时代? 苏炳奇把它限定在新时期时代,考古学上,新时期时代开始于大约一万年前,结束于距今大约五千年前。 在这五千多年的时间里,人类文明取得了重大的突破。 人类用石头、泥土为原材料,制作了越来越多的器具,特别是各种形式、各种色彩的陶器。 这成为了新时期时代的标志。 农业和畜牧业也出现在这个时期,人类学会了种植小麦、大麦、扁豆、豌豆等农作物,训养猪、狗、牛、羊等家畜。 从此,人类摆脱了四处漂泊寻找食物的命运,过上了定居生活,依靠农业和畜牧业维持生存、扩大生产。 这为文明的快速发展准备了条件。 所以,在全世界各个地区都出现了人类文明,反映在考古学上,新时期时代的文化遗址非常多,呈爆炸性增长,他们的文明水平也比从前上升了一个台阶。 中华大地上同样如此,在新时期时代,中国各区域都涌现出了璀璨的文明,如果把中华大地比喻成天空,那么这些文明就是挂在空中的星星。 他们争其斗艳,争相散发着夺目的光芒,这就是满天星斗说。 他的具体含义是,在新时期时代,各种类型的古文明遍布在今天中国版图上的各个地方,从北到南,由东到西,几乎随处可见。 看到那么多星星,你是不是有一种数都数不过来的眩晕感呢? 如果把这个时期的文化遗址一个个罗列出来,什么养勺文化,红山文化,和睦度文化,两主文化,就更令人晕头转向了。 好在,苏丙齐根据这些文化的特征和发展道路进行分门别类。 他把中国新时期时代的文化遗址分成了两大板块,一个是面向欧亚大陆的板块,一个是面向海洋的板块。 这两大板块,每一个又都包含三大文化区,合起来总共是六个。 这六大文化区构成了中国文明的基本盘。 你看,这样一分,思路就清楚多了吧。 那么,这六大文化区是如何分布的呢? 它们又是怎样塑造了早期的中国文明呢? 下面要讲的就是第二部分,我们就跟随苏丙齐的思路去做详细的了解。 我们先来看面向内陆的板块。 顾名思义,这个板块位于中国内陆地区,如果站到更高的层面,它属于亚洲腹地,就是说这个板块跟中亚西亚的交流比较多, 起源于中东的古老文明,也是通过这条路与中国文明发生关系的。 面向内陆的板块,又可以分成三个文化区。 第一个,北方文化区。 第二个,中原文化区。 第三个,西南文化区。 其中的第二个,中原文化区,前面我们说过,在黄河中有,是发现养勺文化的地方。 这里我们不再做详细的介绍。 我们重点来看看北方文化区和西南文化区跟中原的关系。 这个关系简单地说,北方文化区是原生态的,它深刻影响了中原文化区。 而西南文化区相对独立,它跟中原的联系开始得比较晚。 从留存的古人类遗址中,能很明显地看出这种有趣的关系。 例如,北方文化区发现了红山文化和夏家殿文化。 这两个古文化遗址分布在内蒙古、辽宁和河北的交汇地带,包括今天的北京和天津。 从时间上看,红山文化大约出现在五六千年前,比夏家殿文化早一两千年,所以可能它是夏家殿文化的前世。 考古学家发现,在这两个古文化里,农业都占据着重要位置。 人们依靠农作物生存,饲养家畜,作为辅助。 这说明,人们已经开始定居,生活变得稳定,而且越到后期定居就越普遍,所以形成了很多村落。 比如,辽宁喀佐县已经发现三百多处古村落遗址,比现代居民点还要密集。 这表明,农业水平有了较大发展,它能够养活更多的人口。 同时呢,考古学家还发掘出许多陶器、铜器、玉器,甚至是青铜器。 我们都知道,在古代,青铜器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,只有统治阶层才有资格使用。 青铜器的出土,说明北方文化区在几千年前就形成了等级制度,有上层社会,有底层社会。 根据这些线索,苏炳奇推断,北方文化区已经超越了原始社会,发展成了国家,至少是国家的雏形。 这在时间上,要比中原地区出现得早。 所以苏炳奇认为,北方文化区属于原生性文明,具有强烈的原创色彩,而一直被当作文明源头的中原文化区,其实是次生性文明,是在北方文化区的影响下,以北方文化区为样本发展起来的。 就是说,中原地区的养伤文化,很可能是受北方文化区的影响而成长成熟起来的。 苏炳奇的这个观点,对中原中心论无疑是沉重一击。 而另一个文化区,也就是西南文化区的考古发现,对中原中心论的挑战就更大了。 西南,包括江汉平原和四川盆地两部分,江汉平原位于湖北省中南部,它的古文化以本土文化为主, 外来因素只占少数。 那么,江汉平原的本土文化是什么呢? 苏炳奇认为是楚文化。 我们以为的楚国是周代的诸侯国之一,但实际上,在被册封前,楚国独自发展了很长时间,和中原没有太多交集。 比如,江汉平原发掘出几千个楚国墓地,他们的风格,随葬器具和中原地区很不一样,有鲜明的楚文化特色。 楚国的这种独立性,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,而且非常顽强,一直到秦国统一天下,楚地仍然不服。 这才有了,楚虽三户,亡秦必楚的说法。 意思就是说,楚国只剩下三户人家,灭亡秦国的也一定是楚国。 果然,最终推翻秦朝统治的项羽刘邦,都是原先的楚国人。 江汉平原的西面,是四川盆地。 远古时候,这是一个神秘地区。 因为它四面环山,交通不便,环境封闭,形成了独特的文明形态。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,就是三星堆。 一般认为,三星堆文明起源于五千年前,延续了约两千年。 三星堆出土了上千件青铜器,玉器,金器。 它们的造型引起了人们的强烈兴趣。 例如,大利人青铜像,高2.6米,重180公斤,头戴高帽,相貌奇特。 外形和东亚人非常不一样,在中国的其他文化遗址里,也没有和他们相似的。 那三星堆究竟是本地的,还是外来的? 这个问题,考古学家还在探索之中,但可以肯定,中原文化区对它的影响是非常小的。 到这里,面向欧亚大陆的板块就讲完了。 你有没有发现,即便在同一个板块里,中原文化区都不算顶级大咖? 依此类推,它对另一个板块的影响也不会太大。 那么下面,我们就来说说面向海洋的板块。 这个板块在中国的沿海地区,也包含了三个文化区,从北到南排列,以此为东方文化区,东南文化区和南方文化区。 由于受中原中心论的影响,长期以来,这三个文化区的重要性被忽视了,人们以为它们是在中原文化的熏陶下发展起来的。 但是,半个世纪以来的考古成果推翻了这种偏见。 我们首先以东方文化区为例,它的中心区域在今天的山东省。 根据考古发现,这个地方在新时期时代就出现了两个有传承关系的古文化。 第一个是大问口文化,距今天大约六千年前,跟中原的养勺文化几乎同步,在它之后,崛起了龙山文化,距今天大约四千年前。 这两个古文化都以农业为主,而且在陶器、玉器的制作上达到了很高的水平,它们甚至发展到了同时并用的阶段。 什么叫做同时并用呢? 就是说,石头仍然是主要的工具,同时,人类又初步学会了开采铜矿,冶炼铜器,所以开始使用铜器。 这是新时期时代发展成熟的重要标志。 接下来,随着青铜冶炼技术的提升,人类将进入青铜时代。 有意思的是,东方文化区还有一些独特的风俗,比如,人长到青春期的时候,要拔出一对牙齿,这在其他的中原史前文化中很少见。 这说明,东方文化区有自己的风俗,绝对不是一句受中原文化影响就能概括的。 东南文化区同样如此。 这里说的东南,以长江中下游和太湖为中心,包括安徽、江苏、浙江和上海。 东南文化区的古文化遗址非常密集,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有两处,和姆渡文化和梁主文化。 和姆渡文化在浙江渝瑶和姆渡镇,最新的考古成果把它的时间上限推到了七千多年前,这个资历可比养朝文化还要老。 当然,和姆渡文化之所以重要,不只是因为它的资格,考古学家从和姆渡遗址中找到了大量的古代稻壳,这就说明,这个地区的古人是把水稻作为主食的。 这和以小麦为主的北方农业不一样,由此导致了北方和南方,习惯,风俗传统,以及生活方式上的显著差异。 所以说,南北文化差异在远古时期就已经形成了。 另外呢,和姆渡文化的制陶技术,以及在陶器上绘制的图案,跟北方也不同。 综合上面好几个特点,苏炳奇认为,和姆渡文化起源于东南本土,不是从中原传过来的。 比和姆渡文化出现晚的两主文化,同样起源于东南本土。 从生产力水平来看,两主文化已经进入农业阶段。 除了水稻,人们还种蚕豆、花生、芝麻等农作物,手工业也有一定发展。 丝麻制品、象牙制品十分普遍。 从社会结构来看,两主文化形成了社会等级制,有了贵族和平民的区分。 考古学家发现,贵族的墓地宏大、精致,相反,平民的墓地空间狭小、装饰简单。 随葬品也很能说明问题。 贵族的随葬品是玉器,并且是越重要的人物,随葬的玉器种类越多,质量越高。 平民的墓地里,通常只有小型玉器,或者根本没有。 我们知道,在古代,玉是主人身份、地位的象征。 两主文化对玉的使用有着严格规范,说明它形成了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,即将从原始社会发展成国家。 最后,来看看南方文化区。 它的地理范围,按照苏炳奇的划定,从鄱阳湖流域到珠江三角洲,包括今天的江西、福建、台湾和广东。 以前学者们认为,这片区域开发的比较晚,所以称它为蛮荒之地。 但是1962年,考古学家在江西省北部发现了好几个古文化遗址。 研究表明,这些遗址也诞生于新时期时代,至于珠江三角洲,它的古文化是不是独立起源还不好说。 不过,在古代,珠江三角洲跟东南亚的交通更方便。 所以历史上,闽南和广东跟东南亚有着紧密的联系。 它们受到的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反而比中原地区更大。 到这里,两大板块,六个文化区就都介绍完了。 你可能会产生一个疑问,既然大部分文化区都是独立起源的,具有鲜明的本土特色,那么它们是怎么汇聚成中国文明这片灿烂星空的呢? 这就要说到中原文化区的作用了。 在这里,有必要强调一下,苏炳奇质疑的是中原中心论。 他认为,中国文明诞生在黄河中游,然后向四周扩散这种说法,简单粗暴,不符合历史。 但是,苏炳奇并没有否定中原地区在中国文明形成过程中的作用。 这个作用是什么呢? 简单地说,中原地区像个大熔炉。 文明不断地涌进来,在这里面相互碰撞,互相融合。 我们所说的中国文明,就在这个过程中慢慢成形,成熟。 打个形象的比方,古文化的星星汇聚起来,构成了中国文明这个灿烂星空。 中原地区之所以能起到这样的作用, 和它的地理环境是分不开的。 中原主要在今天的河南省西部,尤其是洛阳到郑州一带,最为重要。 摊开地图就会发现,这一片区域的位置十分特殊。 它的周围是崇山峻岭,只有中间一大块是平原, 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,适合发展农业。 相比山区,平原的交通也方便得多, 有利于贸易往来,聚集人气和财富。 然后,我们惊奇地发现,中国的六个文化区正是按照这个地理特点分布的。 就是说,中原文化区被其他五大文化区围绕着,它是中心区域。 所以古时候,中原地区有一个很牛的称呼,天下之中,天下的中央。 这样的地理位置带来了一个重要的影响, 那就是四面八方的文化都可以进来,因为从高处往低处走,总是更容易一些。 反过来,中原文化要跨过高山,传到外面去,就有些困难。 所以,苏炳奇认为,根据这个地理条件,中原地区很难产生独立的文明, 即便产生了,也容易被外来文化打断,而且闯进来的外来文化不止一种。 我们以中国最早的三个王朝,夏商周为例,这三个王朝的统治中心都在中原文化区, 然而苏炳奇说他们都是外来户,夏朝人可能是从东南来的,商朝人可能来自东北, 周人的发源地本来被认为是周园,也就是今天的陕西宝基, 但新进的研究表明,可能还得往西面找。 虽然夏商周的具体起源至今没搞清楚, 不过,可以肯定的是,黄河流域不是他们的老家。 以此类推,比夏商周更早的养勺文化,可能也不是在中原土生土长的, 就算是,它的文明水平之所以发生了实质性飞跃, 也是受到了其他文化的强烈影响。 尽管夏商周的统治者都是外来户, 但是他们在中原地区扎根,利用这里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优越的地理条件, 不断提升自己的文明水平,并且最终超越了原始社会, 发展出了更高级的文明形态,国家。 其中,周朝的作用又是最大的。 为什么这样说呢? 我们知道,夏朝和商朝并不是秦汉那样的统一大帝国, 他们的有效统治区域局限在中原地区, 对其他文化区的影响力比我们想象的要小很多。 一直到武王伐咒,周朝推翻了商朝,情况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。 周朝建立后实行分封制, 就是把王室成员、功臣分到全国各地, 在那儿建立诸侯国。 其中有不少地方从前并不受商朝的统治, 所以这个分封的举动相当于拓展领土。 在这个过程中,六个文化区被纳入到统一的国家当中。 具体来说,中原地区是周王室的核心区域, 北方文化区建立了燕国, 东方文化区建立了鲁国和齐国, 东南文化区建立了吴国和粤国, 西南文化区的一部分, 也就是江汉平原建立了楚国, 楚国后来又把南方文化区纳入到版图之中。 西南文化区的另外一部分, 也就是四川盆地, 后来被秦国政府成为了中国文明的组成部分。 这样一分析, 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发展过程就比较清晰了。 首先,在新时期时代, 中国在东南西北各个方向都诞生了发达的古代文化, 它们汇聚到中原这个大熔炉, 交流融汇, 形成了中国最早的国家, 夏商周。 这些王朝, 利用丰富的资源和优越的地理条件, 凝聚了强大的实力。 反过来, 把周边地区的古文化, 吸纳到自己的国家组织中。 中国文明, 也就在这个过程中, 逐渐形成, 慢慢成熟。 这就是满天星斗说的完整含义。 你可能要问了, 苏炳奇的这个观点, 到底有没有道理? 这也是我们最后要延伸补充的内容。 今天, 我们应该怎么认识和理解满天星斗说呢? 首先我们要知道, 中国文明起源《新探》这本书, 是苏炳奇对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前, 中国考古研究的总结和反思。 那个时代, 因为技术手段的局限, 苏炳奇主要是根据出土陶器、 青铜器来研究古文化遗址的。 这必然有不足的地方。 现在, 二十多年过去了, 考古技术得到很大提升, 促成了很多新的考古发现, 所以这本书里的一些说法, 有必要做出一些调整。 其次, 满天星斗说的贡献, 是提供了新思路和大框架, 在细节上肯定有不足的地方。 苏炳奇对文化区的划分, 也不一定准确。 尽管如此, 满天星斗说, 依然有它不可替代的价值。 第一, 他质疑甚至推翻了中原中心论。 在本书出版以前, 主张中国文明起源于黄河中有的中原中心论, 还是考古学界和历史学界的主流观点。 满天星斗说出来以后, 对学术界产生了巨大冲击。 学者们意识到, 中原中心论确实简单粗暴, 很多事情都解释不了, 特别是最近二十年, 中国考古不断出现重大进展。 比如, 考古学家对东南文化区的两主文化, 有了更完整, 更深入的了解。 有学者提出, 两主文化已经上升到国家阶段, 不再是原始社会。 如果这个说法成立, 将意味着, 东南文化区比中原文化区更早地迈入国家阶段, 文明层次更高, 那样的话, 中原中心论就更站不住脚了。 当下, 满天星斗说已经得到了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的广泛认同, 大家的思路是一致的。 第二, 满天星斗说的大方向是正确的。 苏炳奇的两个板块, 六大文化区, 究竟该怎么画, 存在很多争议, 但是整体而言, 满天星斗说指明了一条路。 其实, 苏炳奇的观点并不孤独, 比他更早的, 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就提出了相互作用圈的概念。 张光直把中国新时期时代的文化分成了七个部分, 他们各自起源, 相互影响, 最终汇聚成中国文明。 所以, 中国文明具有多元一体的特点。 另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许卓云, 也很早就对中原中心论进行了质疑, 他认为中国文明是不断变化的复杂共同体。 值得一提的是, 对张光直和许卓云的研究, 苏炳奇晚年是知道的, 他的满天星斗说应该也受到他们的启发。 因此可以说, 苏炳奇、 张光直和许卓云这三位学术大咖, 思路是一致的。 近些年, 满天星斗说又有了新的进展。 考古学家许红主持二里头遗址的发学工作长达18年, 他结合最新的考古成果, 把中国文明的起源分成三个阶段, 满天星斗, 月明星西和浩月当空。 满天星斗是沿用了苏炳奇的概念, 指的是在新时期时代, 全国各地都涌现出文明社会, 璀璨夺目, 热闹分城。 之后, 中原地区出现了文化发达, 实力强大的政权, 并最终建立起夏、 商、 州这样的王朝。 中原王朝就像月亮一样映照天空, 许多独立的文明被他吸纳, 天空变得月明星熙了。 而等到秦国统一天下, 汉朝巩固了中央集权制, 夜空中就只有明晃晃的月亮, 这就叫浩月当空。 可以看出, 许红的这个观点, 是对满天星斗说的细化和深化, 也是后一代的考古学家, 对前辈学说的继承和发展。 这也表明, 时至今日, 满天星斗说依然有他的生命力, 能够给年轻学者带来启发。 好了, 中国文明起源心探, 到这里就讲完了。 最后, 我们再来总结一下这本书的几个要点。 首先, 我们说了什么是满天星斗说, 考古证明, 在新世纪时代, 黄河流域, 长江流域, 四川盆地, 山东半岛, 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都发展出了各自的文明, 它们就像天上的星星遍布中华大地的各个区域, 璀璨夺目。 接着, 我们具体说了中国文明的两个板块和六大文化区, 这些文明可以分成两大板块, 每一个板块各自包含三大文化区, 面向欧亚大陆的板块包含的文化区有北方文化区, 中原文化区和西南文化区。 面向海洋的板块, 它包含的文化区有东方文化区, 东南文化区和南方文化区。 说完了这几个文化区, 我们又重点说了中原文化区的作用。 中原文化区恰好被另外五大文化区围绕, 它就像个大熔炉, 各种文化聚集在这个熔炉里, 相互碰撞, 互相影响, 逐渐产生了中国最早的三个王朝, 夏商周。 这些王朝凝聚了强大的实力后, 向外拓展, 逐步把另外五大文化区吸纳到同一个国家组织当中。 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国文明, 也就在这个多种文明相互融合的过程中, 成型成熟了。 最后, 我们说了满天星斗说的当代价值。 虽然在细节上存在着一些错误, 但大方向是正确的。 随着中国考古学的不断进展,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, 它比中原中心论更合理, 更能解释中国文明的起源。 以上就是本期音频的全部内容。 好了, 本书的解读就到这里, 记得订阅并打开小铃铛, 那就不会错过更新哦, 恭喜你, 又听完了一本书。